3 2 1 请揭开 在众人的见证下 罗东镇长吴秋林协同代表里长等人 一起为罗东镇立幼儿园新原社蓝图揭幕 宣告罗东镇公所将要投入7800万元 在镇立幼儿园周边打造两层楼的新原社 预计在后年完工 113学年度开始招生 将有188位幼童受惠 罗东镇立幼儿园原社新建工程 赞赞赞 我们罗东镇内在小班中班大班的这个园儿 每一年都小班中班大班都有600多位的小朋友的需求 但是我们能够容纳的公司力只有200多个这样的园儿 所以还有400多位的这样的一个小朋友的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幼儿园公所也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就读的需求 因为这是衔接的这个我们脱婴的脱婴以后 零到两岁的脱婴以后的小朋友的这个就读 幼儿众的需求 所以我们跟中央争取的经费 在了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幼儿专班的这样一个建筑物 总工程费要7800多万 那一定是在113年的这个协年度正式招生 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完成了以后 能够落实我们的0到6岁的学童 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个照顾 让我们的家长都能够在我们的政策里面 能够放心的身 能够轻松的养 罗东正公所率全国之先推出了幼幼专班 专责照顾2到3岁的幼儿 这次两层楼的新原社 委托潘天一建筑师事务所设计 二楼有两间混龄的室内活动室 跟教具资源室等等 并且把新旧建筑衔接家长接送动线 纳入了整体规划设计 这个幼幼专班的八天教室在一楼 那我们这两层楼的建筑物 二楼的部分我们会预留给 未来做一些弹性扩充运用的一个教室空间 那以及我们在这个本园前方 我们会有这个老树区呢 我们会做一个接驳区 还有一个大的这个风雨广场 那这个风雨广场扩增之后呢 除了一楼我们会提供更大的一个活动空间 那在空雨广场的二楼呢 就会有一个老树的一个空中的这个 这个 playground 一个游戏场 那等于说呢 这个双重的效益之后呢 可以扩增我们本园跟幼幼班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活动空间 跟接送的空间 会更加的安全 然后风雨无阻 那下雨天 各种天后呢 这个孩子们都可以在我们这个 很温馨的这个环境里面呢 快乐的成长跟活动 会采用一个跟环境融合 然后有一种非常童趣的一种 这种温润的一种 有点我们讲说有点嫩Q 就是有点滑润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是非常可爱 然后也有童趣的感觉 罗东镇长吴秋林上任以来 力推富佑福利政策 为了提供公共收托功能 罗东镇公所获得中央补助 今天召开了新建原设工程的 规划愿景说明会 诺市工程招标顺利 预计在今年11月份动工 在113年2月份完工 113学年度开始招生 对象是2到3岁的幼童128位 3到6岁的学童60位 可以减轻家长的育儿负担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我等 但是就我所知道的 其实他这个教师的规则